這個外交部跟國安局都提供了這個書面的報告 請問外交部有沒有要做口頭報告 不用了 好謝謝 是因為我在事前曾經問過 外交部說不需要 是所以我這個會議上正式在 要再報告 好那就請 來來來 請市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先進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 僅借此機會對大院長期協助本部 推展對外關係工作表達誠摯的感謝 本人很榮幸到內政委員會就 馬習會事前安排過程 即相關事宜對我國之影響 就有關外交部事務進行檢要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前言 馬總統於104年11月7日在新加坡 與大陸領導人馬習近平見面 這是兩岸隔海分支66年來雙方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也是兩岸發展進程的重大歷史里程 廣受國際社會及各國政府注目 據報導本次 既有來自全球的約300家媒體前往新加坡採訪 並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截至本月8日 我國駐外管處所收報的重要國際媒體相關報導 累計達530篇 馬習會會前各節有關磋商聯繫與安排等前置作業 是由大陸委員會所負責 外交部在本次會面主要任務為對外聯繫與行政協助兩部分 僅說明如下 外交部執行馬習會之對外聯繫任務 外交部在接奉會議召開指示之後 就分頭聯繫協調新加坡政府協助舉行會談 事先向美國、日本、歐盟等重要夥伴國家說明有關規劃並爭取支持 事前通電各駐外管處 及向駐在國各界說明三方面進行對外聯繫作業 一、協調新加坡政府協助舉行會談 同步至台北及新加坡兩地進行雙向溝通及協商作業 除由本部與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恰系接待原則外 另由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與新國政府協調馬總統訪新期間之各界有關安全維護、通關禮遇等事項 確認相關安排及規劃均在對等尊嚴的基礎上進行 二、事先向美、日、歐盟等重要夥伴國家說明並爭取支持 會議前外交部局會同陸委會向美國等重要夥伴國家政府說明馬錫會之規劃 廣闊各國正面看待 前任此舉系兩岸和平的發展與突破並表示支持 其中美國、日本、歐盟、新加坡對馬錫會之立場如下 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楚朵表示 美方歡迎台海雙方近年來就降低緊張情勢與改善兩岸關係所採取之各項步驟 穩定而正面的兩岸關係以為台海兩岸、美國及區域帶來無比龐大利益 美方鼓勵北京與台北當局在尊嚴與尊重之基礎上持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 國務院發言人科比與馬錫會後發布聲明肯定並指出 美國歡迎台海兩岸領導人會晤及近年來兩岸關係之歷史性改善 美國對於台海之和平穩定有深切及不變之利益 美方鼓勵兩岸本株尊嚴及尊重基礎 邁向建立聯繫、降低緊張及促進穩定之進展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於記者會中針對馬錫會表示 台海和平與穩定對區域與世界均極為重要 日方將密切關注會談之發展 歐盟的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格里尼的女士 也透過發言人於馬錫會當日代表歐盟發布歡迎聲明指出 台海兩岸領導人週六在新加坡的首度會面是令人鼓舞的一步 展現出雙方在持續和解過程中所建立的互信 歐盟期盼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 避易兩岸人民 新加坡外交部發言人肯定馬錫會為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歷史之里程碑 新加坡作為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緊密與長期之友人 樂於促成並作為兩岸直接對話之地 本部在事前通電駐外管處向駐在國各界說明 在11月5日將馬總統國際記者會的致詞稿 陸委會相關新聞稿以及陸委會下主委記者會談話內容等資料 通電各駐外管處向駐在國各界說明馬錫會的目的在於鞏固兩岸和平 維持台海現狀 另外請駐各邦交國大使館向駐在國政府說明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彰顯 雙方維繫彼此關心良性互動的決心 我對邦交國的各項承諾不變 並將持續專注與邦交國保持友好緊密的夥伴關係 共同努力深化邦誼 截至本月7日已有五個友邦高層對我國助使表達支持的立場 有圖阿魯總理索本加肯定兩岸對話對穩定區域和平具正面意義 巴拉圭總統府秘書長諾貝斯對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面也表示肯定 沙爾瓦多的外交部長馬丁尼斯 瓜地馬拉的外交部長馬拉里斯 還有海地的外交部長雷諾德 這些國家都是表示這個支持 那外交部這次對於馬熙會行政協助的任務 由於訪團的人數眾多 為了妥善安排各節 維安通關禮遇專機起降 交通人員照料等等 本部及駐新加坡代表處均與新方表持密切聯繫 積極協調過程順利圓滿 另外為了協助這個隨行復興採訪的這個 國內記者完成任務 最後馬熙會消息自公布後即獲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 除成為媒體報導焦點之外 許多國家也在第一時間表達積極支持兩岸深化和平 提升區域穩定的努力 有效傳達我國政府作為和平低造者的角色 對我國家整體對外關係及雙邊合作均有幫助 本部未來將持續關注國際社會及輿論反應 隨時掌握最新情勢 擴大各界對我支持外 並將繼續運用靈活勿實及有效的活路外交政策 鞏固與我國邦交國的邦誼 深化與友好國家的實質關係 穩健務實地擴大國際參與 及參加各項區域經濟整合機制 敬請大院各位委員予以支持並不令赤教 謝謝 報告完畢 好 謝謝令務次長 現在開始尋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12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8分鐘 均不再延長 截止登記時間10點3